有找到標題了嗎 標題是什麼 車子 從後面 車子從後面 我喜歡從後面抱對方 你的抱對方講得有點慢 講快 我喜歡從後面 我喜歡從後面抱著對方 然後我覺得這個其實 他有些時候可能沒有預期到 如果正面抱他會知道 後面抱他可能就是會有另外一種 小小的一些 驚喜這樣子 然後在他耳邊說說話 或是說 前一陣子有做不好的地方 稍微跟他道歉一下這樣子 你很貴耶 他被撩到了 他被撩到了 所以你喜歡這一錄了對不對 已經三個撩到了 已經三個了 NO 相信鏡頭前的小姐姐們 應該也被撩到不要不要的 關於碩哥的浪漫 請繼續聽下去 其實自己會覺得說 是一個很難過的日子 其實對啊 一年才見一次 對啊 所以我覺得很難過 我不想要一年只見一次 對啊 要每天都可以見 我覺得 我不會太因為什麼節日 而去準備什麼東西 因為我覺得 嗯 就是每一次見面要給他的東西 或是跟他說的話 的那個心意 比 比過節日 來得更重要 更來得有意義 所以 不會把什麼情人節啊 或是說七夕啊 或是說聖誕節啊 或是說聖誕節啊 當中是很大的日子 我必須 因為這個節日 我去準備什麼 因為我覺得 時時刻刻我想要給 其實 就是每天 標準男生的答案 就基本上都是跟生活一樣 然後就標準會被女生 打槍的答案 宿哥這樣不會被就是 埋怨說 你節日都沒有 小幾步嗎 不接心 因為我平常都在給啦 幹嘛節日特別給 我是送比較務實的東西 Cash 比如說 車子啊 比如說 電腦啊 比如說手機啊 之類的 喔 今日話題超展開 正人說孩子包 我平常是不穿內褲 穿內褲 我自己不穿內褲 我穿內褲是覺得舒服的嘛 你一定有穿 啊 因為這贊助的衣服 我必須要穿 對 平常是沒有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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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一樣不脫啊 不要亂當 不要亂當 不要亂當對不對 不用吊的 是用甩的 喔 我 會幫你哥 平常都穿三甲是 我嗎 不要穿內褲 為什麼他會這樣問 他的目的性是誰 你的目的性 我們要探討一下 穿這樣 這個這個 這個問詩雲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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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動新聞那就是沒穿 報導 早